大家早安 因為疫情的問題 這個飯店的餐廳都關了 所以沒有附早餐 所以我們要走路差不多兩分鐘 就到了新開的一間 這個蛋糕屋 那我們要去那邊吃早餐 就在前面而已 大家聽到這個紅綠燈的聲音 是不是很熟悉 Gugu Gugu Nangu 行嗎 叫什麼名字 Mori Mo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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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名的蛋糕店 是有名的蛋糕店 前面是他們的企業裡面喔 然後右邊是他們的一個產品的介紹 我剛才在店裡面遇到他們的小舟 Mori Moto 然後請他介紹一下這個店 Mori 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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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 這裡有五種豆,黑豆,黑豆,黑豆,大南芳,金時, 現在我們販賣了五種豆。 這是我的代表商品,Yuki鶴。 就是鮮肉和乳酪的食品 就是這個 乳酪和乳酪 和乳酪的食品 這是一個比較人気的食品 然後這裡是這個店的限定品 每一晚工會在小時候 每次職員が餡料的食材を炊成、皮を焼いて作成本店手作りどろ焼き 餅米を使った生地ですので非常に餡がたっぷりなんですけど、餡の甘さはすごく控えめです 台湾の方は多分すごく好きだと思います 日本のあんこは少し甘いと思いますので、台湾の方には ですけど、こちらの土焼きは糖度をすごく下げておりますので 非常に皮とあんこたっぷりのバランスがすごくいい商品だと思います こちらに来ていただけると好きな商品を取っていただいて、コーヒーと一緒にこちらのカフェコーナーを作っていただきます ゆっくり北海道の冬の景色を見ていただきながら、美味しいもの、好きなものを食べてコーヒーを飲んで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 今日は雪のシーズンも終わりますが、台湾の皆さん、コロナが終わったら、ぜひ北海道に来て、小生の森本にいらしてくれれば嬉しいです お待ちして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待ち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待ってください お待ちしてください お待ちしてお待ちしてください お待ちしてください コーヒーのトキルです 私は谷歌とは美味しいですか? コーヒーのトキルです ベトマスでから来から、社長がドサンだと言うことをお見せしました それは店長で… そこで店長をつけて聊天 そこでお客さん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それは店舗にこの店舍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そして本店舍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この店舍をいただきたいな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クロナソンの未だなしにお知らないし 大家可以來這家Mori Moto 雖然這家在台灣沒有太大的名氣 但是我看他產品的包裝 看起來都相當不錯 我等一下買了一些產品 社長也會拿一些產品給我吃 我先幫大家吃看看 他們這個千歲限定的漢堡 這是焼立的千歳漢堡 就是要的 對那家裡吃得到 黃酒育成的 黃酒育成的 牛肉之一 黃酒育成的 黃酒育成的 嗯 你剛剛就對一個 嗯 洋生肉很濃郁 有很美味的食材 有很多芝士 有很多芝士 嗯 超好吃 千歳間來這裡 千歳盆點 絕對吃得到 這個芝士好吃 你看你的嘴巴吃得這樣子的 喂喂喂 有這麼好吃嗎 好吃了 看小孩吃飯還蠻療癒的 我點了一杯草莓奶昔 我小孩最喜歡吃草莓 現在社長跟我們一起吃飯 社長真的非常的親切 他這個紅豆的銅鑼燒 紅豆這個餡非常多 非常的飽滿 然後他說這個是每天先做的 這個紅豆吃起來真的非常的新鮮 我真的沒有騙大家 然後這個麵包皮啊很有空氣感 這個賞味期只有到兩三天啊 所以一定要來到北海道才吃得到 剛剛這個Money Moto社長對我們很熱情 然後又馬上介紹 千歲這邊的水族館的館長過來 馬上跟我交換名片也希望我過去拍一下那邊的水族館 那因為我下午也沒什麼事 所以我就帶我老婆跟小孩 特別我小孩很喜歡看魚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過去那一間水族館去介紹那間水族館喔 這個都沒有在行程裡面的都是很突然的 反正下午我本來要去Outlet那我們就去水族館完之後呢 我們再過去Outlet喔 然後我跟大家說這絕非業配影片喔 就突然我就住在這一間飯店 結果跟社長聊太久飯店也沒介紹到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其實就是都沒有外國觀光客啦 業績都有掉 但是我剛剛坐在那邊其實生意非常的好喔 那我現在要過去水族館了 既然我們有時間實況介紹我用嘴巴講喔 那我們住了一晚那一間房間是7000日幣 是我上Acoda訂的 那一個人差不多3500塊日幣喔 那房間沒有很大啦 但是就是商務飯店嘛 那裡面非常的乾淨 看起來像是新的飯店 那如果大家有來簽稅過夜的話可以參考一下這一間飯店 那剛剛那個水族館的館長跟我們說啊就是希望我多拍一些簽稅的影片 幫助一下簽稅的觀光 那我強調 目前都不是業配影片 當然有業配也不錯啦 但是我現在去水族館是沒有收錢的 我們就過去幫助他們的觀光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簽稅水族館 那剛剛在那個Morimoto的店裡面喔 水族館的館長馬上跑來找我們喔 希望我們來拍一下水族館 然後我們進去就不用錢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過來了 那這間水族館就在簽稅的倒置椅旁邊喔 非常的近喔 水族館來到了 然後這邊入場會在這邊喔 大人是800 我們現在來到水族館裡面喔 這邊好大一個水缸喔 那因為我又是用GoPro7拍的啦 然後他室內光線不充足的話 畫質沒有那麼好 大家請見諒一下喔 那我盡量拍好一點 這邊啊應該是小孩子的天堂啦 這邊有一隻鴨子嗎 好可愛喔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體驗區 你可以直接用你的手去摸魚 來你要不要摸 那一隻 他很害怕喔 來摸看看嘛 這個是麥克風 這個是麥克風 這隻鼠魚 看到沒有 哇 不要拍不要拍 啊 不用來了 看看這裡 鴨魚 都在吃我手裡面的一些 剪伴 喔喔好癢喔 好癢好癢喔 壞了 好癢喔 好癢喔 快點 趕快看 現在看的是洗清洗澡的吧 這個是在模擬千歲川的生態 這個是蚊 那個是木頭 這個就是錦 錦錦了 我們往前走 千歲川水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這邊還有繁體中文耶 這邊在介紹鮭魚產卵的過程 繁體中文 看他就是親切啊 太棒了 加分 來拍照了 拍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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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拍照 這是雞嗎 這是雞 奧上的是雞 雞生生會生海貌 雞生會有海貌 這是雞生 desap測 這是每天看的東西嗎 只能看用季 只能看季 將會看到幾月 光被看到 12月和1月 这就是真的天水川的生态 这水族馆就盖在天水川的旁边 北海道的水族馆是这里的吗? 没听过吗? 对 这里的水族馆是主要的 我觉得这个水族馆非常有教育的意识 然后刚刚那个日本的老年人 不是这边的员工 但是他很喜欢看鲑鱼 所以他常常过来看 今天我来到千歳水族馆 真的最后的千歳川 真的不想见到河川的河川 真的不想见到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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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不会得到河川 因为河川今天像河川也是没有河川 但真的河川是讨河川 所以黑浆市长不想在河川 真的可以降到我 但一定会有可能 但我看了河川真的有可能 因为有很多水族馆 我感到得到河川 这么不想见到河川 这么这么看了 很幸运 去那二十四族馆 来吧 千岁到这一 这边有一个窑烤披萨也非常的有名 然后这边也有看到这个甜披萨 就是上次我在柳寿都吃的一样的披萨 那我们就周五就吃这一家了 这一家了 蜂蜜好吃哦 这个蜂蜜好吃哦 几个 芝士 鱼鱼鱼 吃吧 芝士 鱼鱼鱼 美味 这个蜂蜜的弱光是要吃 很滑 媽媽拿著 待會 熱了 好吃嗎 小孩也會吃到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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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家的千穗兩天一的旅行就差不多了 千穗市也蠻好玩的 你可以到知湖那邊泡湯 那邊有非常多的溫泉旅館 那來到了千穗市啊 這邊有個水族館 然後這邊稻汁也非常多的美食 那今天這個稻汁 跟水族館都是臨時排進來的行程 如果有講的不好或拍的不好的地方 請見諒 那下次就是 來到了北海道 降落在新千穗市場 也可以多花一點時間來千穗市玩 那今天北海道女婿就這樣 下次見 掰掰